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那个配药房的弟子见到他很是害怕 所以更容易就换到了自己需要的灵草 再加上本来就有的 他一共凑齐了十一炉撞神丹的灵草 十一炉的撞神丹灵草到手 莫无忌并没有急着去炼丹 而是在宗门接了大量的阿尔品人灵丹炼丹任务 他现在不过是一个阿尔品人丹士 就算是阿尔品的人灵丹炼制的也不多 哪怕再迫切想成为三品人丹师 也必须要一步一步来才行 多多炼制二品人灵丹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自己的炼丹能力 殷茜殷告诉过他 五行荒语的丹笔在半年之后 只要这半年内他能晋级为一个三品人丹师 那就有机会去参加五行荒语的丹笔 然后见到玲珑婆婆 之前莫无忌一心修炼和开拓经脉 虽然他有为宗门炼丹的义务 可对这种义务他并不算积极 现在接了众多的炼丹任务之后 他才知道炼丹师有多么的吃香 为宗门炼丹根本没有任何风险 宗门的贡献分反倒是高高在上 这还不是最让他惊喜的 最让他惊喜的是 为宗门炼十炉丹药 他可以领到十三炉的药材 同时他只要缴纳给宗门满丹的八成丹药即可 一般丹药满丹都是十二枚 九枚六枚几种 也有极少数的丹药满丹是十八枚 无论是多少枚 这种待遇下炼丹 想不富裕哪都难呢 若是早知道为宗门炼丹有这么多的好处 莫无忌也许早就过来炼丹了 这样他不但可以得到各种丹药 还能得到一堆的灵草和宗门贡献分 到了这个时候 莫无忌才明白 为什么阴前阴要他一有空 就来接下宗门炼丹任务了 原来根本原因是为了他好 特别是宗门贡献分 其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可以交换各种东西 就是莫无忌需要的三品灵草 亦可用宗门贡献分来换去 其实 这是莫无忌的误解 一般丹师炼丹成功率 有八成已经算是非常高了 承担的丹药 也不可能都是百分百的满丹 所以宗门的规定 并不会为客亲丹师 留下多少丹药和灵草 可莫无忌不知道这个呀 他拥有五子丹书 炼丹用的是守绝和丹绝 当初在乌痕剑山里 他炼制的一品人灵丹 那都是百分之百成功的 实际上 有几个丹师炼丹有他这样的成功率呢 接到众多炼丹任务后 莫无忌还是去了十九号炼丹市 传闻十九号炼丹市承担率低下 可莫无忌却并不在意 他现在是先炼制二品人灵丹 二品人灵丹他本来就可以炼制 用难一点的丹炉炼可以提高水平 莫无忌并没有去叫肥炳柱 而是让乌开帮他安排了一个配药童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除了每天回去看烟尔 其余的时间全被莫无忌用来炼丹了 一个月的时间 莫无忌不知道炼制了多少二品人灵丹 他身上积累的丹药都是一堆一堆的 到的后来莫无忌连丹炉都不需要清理 在提纯药草的时候 直接把药渣和丹炉的残渣清理出来 每一炉丹药那都是行云流水 没有半分迟滞 不但如此 炼制出的丹药还都是上等成色 多出来的灵草和富裕的丹药 都被莫无忌换成了三品灵草 他准备开始炼制三品人灵丹了 装神丹的灵草 他只有十一炉 就是想要交换更多的也没有办法 宗门的装神丹的灵草 几乎都被他一个人交换来了 出去交换的话又太浪费时间 这不是莫无忌想要的 现在时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莫无忌对装神丹的材料也不是那么在意 他想要装神丹这是其中一个目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成为三品人灵师 莫无忌先练习的是三品人灵丹的托凡丹 这是一种可以增加助灵境修饰 跨入托凡境几率的丹药 这种三品人灵丹 算是炼制手段比较普通 但价值又不低的丹药 开始炼制三品人灵丹 莫无忌没有了炼制二品人灵丹式的随意 他小心的点着地火 先是清理丹炉 丹炉足足清理了三遍 这才开始送灵草开始提纯 托凡丹的灵草一共有二十种 三品灵草八种 这比撞神丹还要多 其余的则都是一品和二品的灵草 莫无忌足足花了近两个小时 这才将灵草提纯完毕 其中主要的时间都放在了提纯三品灵草上 三品灵草看起来只比二品灵草高了一个等级 但其中的提纯难度却上升了好几倍 仅仅是几株三品灵草 就花费了他偌大的精力 莫无忌可以想象 紧急地丹师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 提炼完灵草 仅仅是炼丹的第一步而已 炼丹真正的种头戏 是融合药液 粉丹还有宁丹 在莫无忌刚刚开始融合药液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了丹炉中一阵翻滚 随即有焦丑的味道传来 莫无忌心里已沉 他知道融合药液失败了 第一炉三品人灵草才刚刚开始就直接失败 这让莫无忌没有继续去练第二炉 他很清楚这不是他炼丹手法的问题 而是他的元气不足以控制三品灵丹的药液融合 也许他多炼这几炉 药液融合会延长时间 但最后恐怕还是要失败的 若是他不提升修为 仅凭不断的炼丹来晋级三品人丹师 也许那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其中还得他能有无数的三品灵草炼熟才行 殷浅因没有骗他 他若是不能提升自己的修为 的确只能止于二品人丹师 哪怕他的炼丹资质再强也是一样 他要想在最短的时间里成为三品人丹师 只有提升修为 要提升修为 他就必须继续开拓脉络 莫无忌有些颓废的叹了口气 收拾灵草决定暂停炼丹 熊大姐 炳柱呢 回到欧建峰之后 莫无忌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寻找肥炳柱 前面回来因为一心扑在炼丹上 一时倒是没有在意肥炳柱 寻找宝雪偶的进度 现在他的修为提不上去 要先询问一下肥炳柱 欧建峰寻找宝雪偶的几率大不大 如果在欧建峰真的找不到宝雪偶 他不能继续在这浪费时间了 非知识去雪偶湖了 他告诉我 你一回来就马上去雪偶湖找他 熊秀珠连忙回答 莫无忌一听顿时精神大振 甚至连回应一声都来不及 赶紧冲向了雪偶湖 孟丹师 翡兄是欧建峰峰中 莫丹师的朋友 欧宁都拿到了 就放过他一次吧 还没到雪偶湖 莫无忌就远远听到了乌开的声音 丹柱是怎么回事 莫无忌急步就落在了 刀在雪泊当中的非丹柱身侧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年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